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在何門的時候 我三百多十六 轉勝我們完全掌控 Everybody know 就算在場外 Hey everybody know 會到的時候 心裡的知道裡面有 我 假期會打我高 我用的是態度 可是難怪我再次都是 Attitude 態度 我們從第一席到現在 幾乎每一輪 只要我們有進去之後之後 都會跳好大 所以就要回事非常的東京 而且 大家在XBO打一起 然後 都是從第一席到現在 所以對對方個人的基本動作、技巧都蠻瞭解的 當然他們也蠻瞭解我們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的優秀 可能是我們的弱 所以我們要參加 不要讓我們一個習慣弄錯被他們抓到 然後盡量去把他們擅長的地方讓我們不要發揮出來 像他們的快攻啊 他們的排名切如果我們可以壓制住的話 我相信就我們就可以了 最近就是因為自己的腰傷 就是最近蠻突出嘛 那時好時壞 有時候可能稍微累一點 或者是動作做得比較多 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就開始這個腰硬掉 萬一馬上就會反應出來 所以就是有時候教練會幫我調整 那也很感謝教練團就是會給我直接休息 讓我就是可以調整 然後在比賽的時候可以有好的表現 那就是一邊復健 然後一邊訓練慢慢這樣 希望可以打完這個賽季這樣 我們對達行應該 其實我了解很深嘛 也沒有特別怎麼樣的任務 我覺得臨場的表現 跟球員的穩定性 就是在球場上 不要少犯錯 也就是失誤少一點 然後合作的默契多一點 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們對達行的機會算蠻大的 好這次台平呢又 順利打進季后賽 對那我們也算是季后賽的常客嘛 那去年也衛冕 那我覺得今年我們也是 在球技當中當然奇奇也輸過 但是季后賽我們會是不一樣的球隊 也名字力啊 相親力啊 對 球員整個的互動啊 會更有美 那請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很有信心 SBL全面對決 請大家幫臺平加油